各位观众亲 大家好 我是展美观 欢迎收看今天的家伙七十个婚礼新闻 北京竞争团造五人逃跑的小孩 让卫生家中心惊惊 原来是有民众在在忙楼上打出一个干事去的外面 在在九年 十四十六个这天 过一命苦路经过店家的门口 看到人的小孩好嘴就像小孩跑起来 他的父母惊惊是马上穿起来 这命苦路也像小孩马上放下 站到他的脚踏车的离开 所以说家长没有保险 也不知道这位苦路是想要逃跑小孩 或是只要跟小孩来玩 这健康还在调查当中 不过也让家长要跟小孩顾好 近年十二月二十六个接近中到时 这位苦路站到台北京过一间便当店 他喜欢头不是买便当 是看到一个孤独的小孩 他离开的孤独的小孩又从他跑起来 在店里没有他们的妈妈看到 怕一条马上穿出来 这个苦路就站到台北离开了 因为这位苦路并没有中间的普通 只是看他最想要解释 所以店家并没有保险 不过均衡也是主动调查 希望来理清安静 当事人没办法确认该妇女的动机 那当时我没有报案 那第一时间警方 凋夜监视器发现该妇女 将小孩抱起然后又放下 没有给他载走或抱走 目前这个影像 有通报各单位来协行 以厘清这个案情 那在这里呼吁 这个家中有幼小小外出的时候 那请家长这个动向要掌握 不要离开市县 那请民众安心 那警方一定会积极来办理 通知这个妇女 来说明理清安静 店家表示 其实那时这位书女 并没有上海婴子 也没有买上衣服 可能只是5回 但不知道有什么 帮助快的团出一个颜品 又出现马警察不处理的你 他不希望造成大家困调 现在亚传报告 让警方来处理 继续公演品彩虹不得